深刻的是 我觉得专辑的造型很特别 这是你自己来精心的有建议还是说就完全听从造型式的呢 都有 一半一半吧 我觉得特别这一张作品 有一个著名的时装设计师高阳老师 他的很多的恭喜给了我们很多灵感 就像这个封面的披风 他是用马毛做的一个绣场的一个服装 这个头饰也是他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让我 跟我的民族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遗族是一个崇拜白老虎 崇拜阴的这样一个民族 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多阴的感觉在里面 是 我刚才这样想说先阴 但是呢就是说用这样的东西 你要把它用得不土 不怂 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弄不好挺怂的 所以呢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我做的音乐已经是那个感觉了 当跟造型师合作的时候 他们拿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有火花的 是是是是 那你觉得这个外面披的这个有点想缩离 缩离 缩离 缩 抖离 就是啊 就是抖离 我们遗族也有这样的酸素抖离 但是它这个是马尾巴的那个毛做的 但是看起来就很高端耶 我觉得这东西也是看穿在谁身上的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的注重 因为吉杰它很高大 身材也很结实 一月后 什么都敢干 在 说到了以后 我忽然想到了 就是这张 EP 当中呢 有一首歌玄米 我有看过 就是尺度也是很大的 中间有一些 SM 的一些镜头啊 就是一个漂亮 性感的女人跟你 你也是很放得开耶 那叫天性释放嘛 还在地上爬嘛 在地上爬嘛 对啊 呃 过程挺艰苦的 很痛苦是吗 我被鞭子抽 真抽吗 搞了一天 对啊 因为你没有那个感觉就不行 但你是不是很享受 我享受艺术创作的 哈哈哈哈 这个回答 回答好 这个回答 回答得好 因为这首歌是这个 E.S.Cole 写着写着写着 我说 因为我想写的一个是什么 我没有英文歌 说写一首英文歌吧 写着写着歌词 我说 我写的构思是 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 我周围的朋友说 他们背叛了谁是谁 结果过了很多年发现 他才是最好的回去求 我就在想 这样一个男人在求一个女人 你让我回来吧 你打死我 骂死我 我都是我错了 你随便怎么打我 骂我 我写着写 我说这怎么有点虐恋的感觉 越写越虐恋越写 所以歌词其实是这样一种感觉 今天你就捆着我 你就打我 你就删我 因为的的确确是我错了 你曾经为我流了泪 今天我就得为你受苦 所以就是说 来源于歌词的创作 我们在商量怎么拍MV的时候 大家就一致达成共识 只能用一种虐恋的表现形式 他就上了呀 就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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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眼神中透露着很多东西 但是他表达的是非常正能量的 就是在爱情当中 你真的你要真爱过的话 你真的会为某一个人 愿意付出所有的一切 对 因为你有时候 爱情当中有一种感觉 叫内疚的感觉 你可能曾经伤害过他 到后来你觉得 为了补偿他怎么样都可以 只是说用这种形式 来表现那种内疚之爱 我不懂你们这些长辈的感觉 因为我还小妹妹 没他们恋爱 对 所以以后你们知道 讲点你真的懂了吧 对 就是拍MV这个天 有个好笑的事 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那天 因为这个MV的创意很好 拍摄也很精美 我们专门请了媒体探班 请了几十家媒体去探班 然后拍完的那个过程 我就觉得挺好的 媒体肯定会问我 为什么会有虐恋 你这个事 一个都没有 没有人问吗 没有 十几个问问题 只问一个问题 没理想 吉杰你肚子这么胖 你还好意思拍这个 我回答完之后 另外一个媒体说 你没想过这个肚子 遮起来吗 这个服装 过三个时 吉杰你这个肚子是春节 是什么 就问了十几个问题 全部围绕着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也是很胖的 吉杰我要给你报个两张 我是怎么样看 是我的助理 我的助理呢 他是特别喜欢吉杰这一款 还喜欢安虎这一款 然后他跟我推荐这个MV的时候 他说你知道吗 吉杰他有肚子 他拍这个好屌啊 对啊 他这样子一直在讲 我当时不觉得 还自我感觉挺大 等于剪出来放到网上 我一看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完全是卖肉的 你知道吗 到处都是肚子